我們都知道針肌跟減脂他們是不同方向的東西 而針肌減脂可以同時進行 當你的空間越來越小之後呢 你必須去做一個取捨 大家好歡迎來到魔鬼阿諾的頻道 過年期間大吃大喝 在新的一年是否有一個新的目標 減重計劃或者是訓練計劃等等的呢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聊聊大家最關切的一個主題 針肌減脂有沒有可能同時進行 那你必須達到以下哪些條件呢 什麼? 針肌減脂可以同時進行? 不要騙了好不好 這兩者東西完全是不同方向的東西 要怎麼同時進行呢 先別急著下定論 如果你符合以下條件的話 當然是有可能做到同時針肌減脂的 我們都知道針肌跟減脂他們是不同方向的東西 不光是在訓練上 在飲食上更是如此 用最簡單的概念就是 針肌的時候 我們的熱量攝取要大於我們的總消耗的熱量 那相反的減脂就必須把熱量控制在總消耗熱量以內 去達到一個熱量的負平衡 那比較有觀念的 他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怎麼去安排自己的針肌以及減脂計畫 在開始之前也必須講一個小小的觀念 我們在針肌的過程並不是說拚命的吃就好 那要盡可能做到乾淨針肌 在針肌的過程盡可能減少體脂肪快速增長 如果你只專注在針肌增重的部分拚命的吃 反而你體脂肪長的速度比你的肌肉還快上許多的話 那到時候你要在做減脂的動作的時候相對會辛苦很多 反之減脂的時候在減重的過程盡可能減少肌肉的流失 增肌跟減脂當然還是會建議專注在一個方向就好 這樣你才能把你的訓練品質各方面做到最好 但是有某種特殊的狀況下 你可以做到同時增肌減脂 第一個條件就是 你是完全沒運動過的新手 在新手階段剛接觸主力訓練的時候 你肌肉生長的速度是比老手快上許多的 這個就是許多人講的重訓的一個甜蜜期 有的人半年有的人一年 那這個要看你的平常的訓練品質而定 在這個階段你要做到同時增肌減脂 完全是有可能的 你肌肉的生長速度會隨著時間 就像你在吹摩托車的時候一樣 剛開始起步的時候速度可以很順的上去到達 尾速的時候幾乎快要上不去了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所以在新手階段要做到兩件事情同步 相對來講是容易的 第二種狀況就是你以前有從事過運動 但是你隔了很長一段時間沒有運動 在回歸訓練的時候 狀況有點類似初學者 可能因為某種原因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運動 導致肌肉流失體能下降 要把流失掉的肌肉再練回到原本的狀態 相對來講比新手容易多了 在剛開始重新回歸的過程 是有可能達到同時增肌減脂 簡單說你只要曾經練到某一個階段的訓練者 當你一段時間沒運動退下來之後 你要再回到那個狀態的話 所花費的時間是可以比從來沒運動過的人還要更快一些的 再來第三種就是過度肥胖者 在體脂肪過高的狀況下 要做到減脂的動作相對來講是容易許多的 雖然肌肉跟脂肪不相干 兩者不會互相做轉換 不過畢竟脂肪也是我們人體活動時的能量來源之一 過多的脂肪在運動時當然可以更好地被拿來做利用 這當然還需要搭配飲食控制 但是減到某一個階段之後你就要去做取捨了 看你是要先增肌還是先減脂 那第四種就是用藥的人 當然還是必須講一句 並不是說用藥的人不好 有些人必須在身體健康方面去做一些取捨 那些使用藥物的人也都要有相當好的訓練觀念以及營養觀念 訓練強度也必須極為強大 當然使用一些藥物是可以幫助你身體去更有效地突破自己的極限 那再來第五種也就是我們的最後一種 平常雖然有運動但是並沒有把你的運動的效果做出來的人 什麼意思呢 簡單說就是你平常根本沒有很認真練 單純動一動灰灑汗水 當你突然認真的執行一套有效果的訓練課表的時候 在一定的期間內也是有可能達到同時增肌減脂的 好啦用最簡單的方式總結的話呢就是 你在增肌的過程或者是在減脂的過程 你的進步空間你的range非常的大的話 你要同時做到這兩件事情相對來講是容易的 但是當你的空間越來越小之後呢 你必須去做一個取捨 看你要做增肌還是減脂 OK那今天的簡單分享就到這邊啦 你身邊的朋友是否有剛踏入健身的人呢 那他是否還在甜蜜騎呢 那快告訴他甜蜜騎階段要好好的把握進步的空間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謝謝大家